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在我上面 這一位唐胖子 他有學這個弱雷症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給他試到一下 看看弱雷症有多痛 我們可以看到他整個一個裝扮造型 他的作曲就是跟別人不太一樣 感覺就是百萬課金來著的 OK 我們給他來放 剛剛那個 狂野又有說弱雷 我們就就跟他說放 放吧 放吧 我字就不選啦 就直接這樣子應該看得懂 他是超過110級的方式 來我們來這邊好來這邊 這邊比較清楚他說還沒有洗水弱 好 給他放看看弱雷症到底有多痛 那我的血量28 104 沒有趴啊 沒有趴 是我太強嗎我看一下我的水防 我的水防的話有35 一發沒辦法把我帶走 所以應該是我水防太高的關係 應該也不是 他應該沒有放增進吧 剛剛應該沒有放增進 我們再一次好了 再 再一次 再一次 有增進了 有增進了 哇 掛掉了 被販賣哥打趴了 販賣哥的這個弱雷症 不是弱雷症 那個是弗雷光症 非常痛啊 一下三萬多啊 這個很明顯 這一點就是自 智君來著 應該是 智力點到非常滿 而且又加一堆的點數上去 好了 哇 剛剛發生什麼情況 為什麼其他人都掛了 唐帽子 唐帽子 為什麼唐帽子掛 剛剛應該是放賣哥 他放了那個弗雷光症 把現場都打趴了 好 我給各位朋友看一下排行榜 來 方式 方式 掛掉了 被龍龍九擊敗了 龍龍九 龍龍九在這邊 等一下喔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排行榜 方式 方式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唐帽子 是在我們 這個青龍府 方式排行榜 第2名 等於第2名 跟一廷一樣 要領先 這個第3名的 阿俠 OK 好 再給他放一次 因為老實講 沒有看得很清楚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我剛剛都被這個 販賣哥 搶進風頭了 販賣哥 弗雷光症 一下都把我打趴了 好 再來一次喔 他放了他放了 8711 12008 這個應該是有放增進吧 我問他有沒有放增進 有 增 進 嗎 哎呀為什麼這 這選的都不是很對呀 這倒是真的很帥呀 真的很帥 我在想以後如果說有這個 弱雷症 弱雷症的化身的話 這個弱雷症應該會更痛 好目前的話應該是沒有化身的關係 所以 傷害的部分的話 沒辦法一下把我帶走 好 狂野的話剛剛 三發這個 散彈 才把販賣中帶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販賣中的機體 真的非常硬喔 他剛剛是有放這個 增進 我剛剛是有放增進 放增進的話大概 2萬多滴吧 加起來大概2萬多滴 他說我取消 好他要被復活了 我們再一次再一次 他要放了 我們來仔細再看一次這個 弱雷症 弱雷症的話 目前一本好像 至少要2萬斤啊 那各位朋友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看看你們要不要花這一筆錢 學這個弱雷症 有打到我嗎 有7000多滴 好啦 我問他總共打幾次好了 總共打幾次 哎呀 好問他 問他一下總共打幾次 因為 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總共是幾段 好走過來 他應該會跟我講 3次 3次 那如果說有增進的話 傷害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有超過1萬滴 那如果說3次都打1萬滴的話 總傷害大概就3萬滴 3萬滴 我覺得這個技能應該還是可以上調 因為這個技能 我記得是110幾方式的輸啊 那如果說總傷害 總傷害只有這些的話 我覺得還不太夠 應該還是可以上調 不過 我覺得也算不錯啦 也算不錯 就是 搭配其他技能使用 應該算不錯 我覺得應該是要疊技的 這招應該是要 配合其他的 那個招式來疊技 這招 應該 是 要 配合 其他 範圍 疊技 疊技的 這個 單放的話 傷害不會很漂亮 要疊其他招 譬如說疊這個炎龍啊 或是大地 這個傷害應該就很可觀 就可以瞬間把我帶走 或是把範賣哥帶走了 啊 好 範賣哥剛剛又被打敗了 他們兩個應該不相上下 再一次再一次 剛剛放了70轉 沒有我們請他疊技好了 疊技 7351 這個是沒有增進 我也不知道什麼 跟什麼招式疊起來 這個就有帶他去慢慢測試 反正你們國戰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 遇得到看得到了 好吧 我先進入到這邊 我們非常感謝 唐胖子 非常感謝唐胖子的分享 感恩 好人一生平安 拜拜